一个共同的梦想 这个梦是什么梦 当空姐 当空姐 空秤 对 两人是学同一个专业的吗 是的 在学校里面就是恋人 对吧 上大学开始 但是现在资料上面 说是待业是个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是七月份刚刚毕业的 然后现在还没有正式上班 考了吗 我是要过完年去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航空公司了 怎么了 因为腿上有伤 所以就伤不去 机会已经没有了 对 那你对未来的打算是什么呀 就是现在在备考教师资格证 然后准备去当一名老师 姑娘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兼职模特 大家还都在努力地工作着 是吧 对 向自己的梦想 或者叫未来的生活去努力 是这样吗 这不挺好的吗 来我们这儿是干嘛呀 因为我们两个到现在也快两年的时间了 然后我们两个可能就角色互换吧 我像一个男生 他像一个女生 平时相处的时候是这样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可能我慢慢是接一些工作 然后所以说可能有些异性啊 会为我就是有工作上的来往 但是他是属于就是可能 这段时间是我一来微信 他就会凑过来看 他会很紧张很敏感 我去看纯属好奇心 然后再加上你最近遇见的男生 跟平常遇见的男生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就基本上如果他要是每天都去参加这种活动的话 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男生 然后所有的男生并非就是说抱着工作的意想 去跟他加微信之类的这件事情 所以就有担心 有人开始追求他了 对我就怕这样 读书的时候他有那么敏感吗 他一直就是比较敏感型 但是读书呢可能因为我身边异性没有那么多 这个正常嘛 第一是年轻嘛 第二觉得自己女朋友好 对吧 主要是太漂亮了 然后在外头的话竞争力太高 就担心自己的竞争力会变弱 对对对 我是一直因为他不去接个男模搭档的那些拍摄 但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拍摄是 我到了现场之后我才知道有男模 但是我不可能当场放别人鸽子 毕竟那个摄影师跟我合作不是第一次了 然后拍摄结束回去路上跟他视频 我就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他就炸了 炸的概念是 他就瞬间就变脸了 他很少这样 因为虽然说我是兼职模特 但是大家都是很专业的 只是说拍摄并不会说很过分 我跟他解释了 但是他当时就是只是说表面跟我说 好吧 但是后面聊天的时候就还是阴阳怪气的 我不喜欢这样 我一开始就是听到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是其实心里就是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他 然后他就是如果就是他算来就跟我说 就是有男生去拍照的话 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男生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有点不太愿意或者不太高兴 行 我各问一个问题吧 先问男生啊 你说第一次都会这样对吧 对 他以后还要再拍这种东西 你会怎么办啊 试着去理解啊 我觉得 可以哈 可以 确定哈 确定 不再阴阳怪气了 不再阴阳怪气了 也不再生气了 对 因为他是第一次干这种这个拍摄的这个活动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嘛 行 所以就是这样 男朋友这不挺坦诚挺好吗 那你什么问题呢 但是从毕业到现在就是整个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就是特别特别敏感 现在你们在哪个城市生活 在青岛 男孩家是哪的呀 青岛的 你要考哪个航空公司啊 未来 四川航空 这就面临着有可能要异地是吧 考上了就是异地是吧 对 咋整了 其实就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跟我说完他的意想 我就非常的焦虑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试着理解他的工作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但是我真的就是也不想分开 因为异地的话 假如说对方如果真生病了 或者是有什么急事需要我的时候 我不可能就是说立马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会有 其他的人对他稍微好一点 或者是对他怎么样的话 他有可能会有点就是说心动啊 或者是这样的感觉 还是在担心 对 女生怎么考虑这问题呢 就是异地可能就是 也不一定吧 你不是当老师吗 为什么要在青岛当老师呢 我在问这个问题之前 突然想到了 那也可以去四川呀 对吧 因为考证也是有50%的因素 可能会考不过 所以说就是也会很担心 女生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一旦异地了 因为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穿航 还有一个是 就为什么一定喜欢穿航 那么多航空公司 可能也因为我是四川人嘛 然后我的家人也都在四川 穿航我是一直印象都比较好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就算航空公司在青岛的话 一样也是我是到处飞来飞去 一样还是经常见不到面的 男生等于现在 既面临着一个转专业的一种焦虑 对吧 对 还面临着一个 有可能女朋友要跟自己 一地的这么一个焦虑 对 其实之前他跟我说完 拍照的事之后 我就一下子变脸了 其实也有很多原因 就是不是说 就是他跟我说完 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瞬间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就出样了 就是在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压力非常大 一个就是转专业的问题 距离考试的时间也很近 所以就有一段一定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同学了 还有一些朋友 就是都上班或者是挣钱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还是在家学习 然后花着父母的钱 然后加上女朋友 现在也出去挣钱了 所以就是有一定的压力 觉得离他有一定的距离